张农发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吴景明将象征的车钥匙交给祖恩之家执行长徐华强 小朋友等不及开心的上车体验 2019年成立的祖恩之家收容人数从一开始的9人成长到30人 儿童就学就医及参与合唱团等校外课程活动的交通需求大增 张农发慈善基金会得之后决定捐赠一辆全新8人座交通车协助祖恩儿哨 季志文基金会他们现在照顾了非常多的小朋友 已经有将近30个小朋友 那他们在交通方面来讲就觉得比较不足 那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就觉得我们如果说能够送一部车子给他们 那他们在参加各项的活动或去读书的时候都变得更长的方便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种就是帮忙 因为季志文基金会他长期以来 让小孩子从小到大陪伴了他们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让他们能够自立自强 而且未来在社会上都可以贡献给社会 那我们觉得非常的敬佩 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小小的爱丁心动呢 让大家一起来可以一起来赞助这一些 大家为很多小朋友在努力 为弱势在努力的这些基金会 在举办捐赠的基隆长龙观酒店一楼大厅 小朋友以美妙的歌声及热情的太鼓表演感谢大家 也在育幼院成长的主恩之家执行长徐花枪以过来人的经验强调 外界的关心对诗亲诗医的儿童格外重要 对我们来说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对孩子的生长也有很大的帮助 不单是食衣住行 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各个机关团体都来赠送给我们 尤其特别感谢张荣发时尚基金会 他们不单是送车 其实他平常逢年过节都送孩子礼物 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的重要 因为逢年过节孩子们特别私家 但是我们就要把它当作这里就是他的家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快快乐乐的成长 将来不会走迷失的路 走错误的路 小朋友也自证集体创作的图卡给张荣发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吴景明表示感谢 图卡上画出小朋友的各种梦想 期盼在大家的爱心支持下 这群儿少能顺利朝自己的梦想勇敢起航 爱乐与神 欢心接受 记者张旗腾基金报导